就是歡迎大家今天來參加我們的哲學星期五 然後我們今天是講性別的議題 然後我先問一下大家有一次來哲學星期五嗎 可以選擇嗎 喔好那我來介紹一下什麼是哲學星期五 就是哲學星期五是一個非正法的主持 然後就是有一間的對於就是公共議題很有熱誠的 一起組成一個自公團隊 然後是要透過就是推廣這樣的公共的平台 然後能夠把公共議題 然後就是透過每個星期五這樣的討論 然後交流就是對於把公共議題推廣的 這樣那種的指導 然後就是我們自公團裡面常常在講說 就是他們覺得哲學五就很像一個抬教的人 就是我們把一個議題當中的教旨這樣抬起來 然後有人可以走教旨裡面 然後如果他對這個議題想要繼續更深入的去根據的話 他就可以離開這個教旨 然後進到那個區域去更加的進入那個領域 對所以我們基本上哲學五是需要扮演一個 就是能夠在最開始的時候讓議題去的廣度更廣的一個角色 然後就是我們哲學五有一個例行的習慣 就是每個人都要進行十秒鐘的自我介紹 對然後就是因為我是一個非政府組織 所以我們非常的窮 所以希望如果大家有小小的錢的話 可以投入前面的就是捐款箱 對然後就是我要打個廣告 就是這邊有一個原本書叫做圓獄人生 然後他在講一個美國的習慣 然後他被他在圓獄 他經歷圓獄的過程然後他寫著自己的傳簡 然後他原價是380塊 然後就是他的出版社就是算是250塊 所以在哲學五常買以後他只要250塊 就可以買得到 對就是如果大家不缺錢的話也是可以買一下這個 好就是現在是工商有沒有時間 然後對不起我要看一下小小小 因為我們來講 其實大家現在現場好像有很多高中生 所以我怕要傳制服 對然後就是現在在暑假7月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也是民間 一個對於台灣哲學高中推廣非常 就是非常支持這一塊的一個組織在做高中哲學推廣這樣的 這樣的事情然後對他們就是在暑假的時候 有辦了一個高中推廣 哲學教育的理論 然後他有辦台北廠 他有漁科大廠 然後台北廠是在7月16號到18號 然後漁科大廠是在 是在7月6號到9號 然後現在漁科大廠有比較多缺額 就是大家如果在那段時間有空的話 然後本身是高中生的話就是可以去放名參加 然後一個名字是可以搜尋高中哲學教育 高中哲學證實上 就是他有個光網 然後他叫夏立哲學林 然後就是經典夏立哲學林 對謝謝 然後就是接下來就是 就我介紹時間 然後如果因為我們現場就是有轉播啊 有錄影 如果在場有人不想要被拍照或攝影的話 就請先告知這樣 那就 欸 從 啊 要從我開始啊 對不起我第一次被推上這個頭 對 好我是 我是現在台中中高三學生 然後我即將去念 嗯 近南大學的東南學系 然後希望這樣還可以在 以功分析一名千塊多努力 好 好 好 那就從 那個 所以靠近門那一位開始好了 就是 那位先生 對灰色衣服的先生 沒錯 好 那很久以前來過一次 對 但是應該對大家來講是不是生命好 大家也對這個意見 蠻特別有興趣所以來參加 嗯 好 那請問一下就是 你可以講一下 稍微講一下說 你為什麼會這次的意見特別有興趣 這會有點為難 好應該說對這個議題所知有限 所以希望也是藉由這個機會去 瞭解一下這方面的一些比較深刻的探討 好 嘿 你好 我叫周華女 呃 我很久沒有來哲務了 對 那就是 今天下班有空 就想說過來一下這樣子 對 然後 我是中領域畢業的學生 對 然後今天留學也沒有來 對 所以說 會長就來 我待會就來 OK 好 謝謝 我是會長 然後 我是太中人 然後我是心理師 然後我想今天來增加自己個性和別人的質感 謝謝 大家好 那我製作 然後 嗯 就 因為今天 你在那個電視上看到那個新聞 然後 覺得 還滿好奇的 所以就來看看這樣子 謝謝 你好 我是老侄女 對 你知道那個詞嗎 I'm straight I'm straight I'm straight OK 好 那 我對這個議題 不是興趣是 你覺得它是正常的人 比較不強 那 我們想來 今天一些 不一樣的人 不一樣的話 謝謝大家 你好 我叫 我今天 那是 高中 公民老師 那今天也 也就是 就是 一直有在發的那個 責務的議題 那 今天能來是 呃 一個是 希望能夠增加 自己在興奮的時候 然後 有更多的 那 我們聖書的同志的員 都在探討 第二個是 呃 嗯 也是 來 跟老師 就是 做了 支持 這樣子 你們本人 電視上來看 OK 也是漂亮 好 抱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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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也是高中國民老師 我是嘉義 也是今天的補師人 呃 因為我們在 國高中課程裡面 其實真的會去 談到 不曉得是不是大家都有一點 很像 在年輕一點會聽到那個 呃 葉勇之雷歸唱著 但是我覺得那好像還是有一點 距離感 其實就是當 呃 詹老師之前好像有一次透過報告的 提到說你有參加一個 那個不太歪的教育節 然後 我有做一個功課 就是你有就是一個真人 突然去分享一些東西 我覺得那種 真實的生命經驗當中裡面 那個 那個 距離跟感受是 是不太相同 對 所以也是來這邊 嗯 想要聽聽看就是 呃 你是怎麼樣 做這個準備 或是怎麼樣去更 更 更接受自己 我覺得這是 不管 每個人可能要去面對的一個問題 因為很早之前 對不起我超過十秒鐘 但我還是想要講什麼 就是有點 我看會有一個電影叫做爸爸的衣櫃 我不曉得有沒有聽過他 好 但是他的狀況跟掌勢可能不太一樣 是 他的 呃 太太還在 但是他那時候的選舉就失望說 他能夠做自己 也是從服裝上打扮的小孩 包括他怎樣去跟孩子溝通 那孩子其實比較快的能夠接受 但是太太在這一塊 呃 呃 整部分就不是那麼容易堅持 所以我相信可能 呃 今天可能當然是 教授能夠聚焦在校園當中 但是 當然還有 呃 另外一部分更親近的人 怎麼樣去 喔 怎麼樣去 去 去讓他 呃 至少是理解這件事情 我覺得可能 想見面的話也請 曾老師可以跟我們分享 大家好 我是玉玉 我覺得我在做夢 欸 因為我們的愛翻轉 在下午4點54分的時候才傳說 今天曾老師帶來性別的 噔噔噔 我就在想 哇好棒喔 我什麼時候可以遇見他 然後突然我的臉書就套出來 今天有個活動在七點半 你說我有沒有很幸運 有 我好想要跟他合拍一張喔 然後我就可以去炫耀了 我第一次不知道怎麼可以炫耀 妳要換到臉書上面 大家好 我叫慕美 呃 所以我的課程 呃 我才參加過幾次 對 然後 呃 老師 對不對 我是在報復看到 對 然後 我兒子也是一生徒業的 那他對性別平等這個 這個 其實也很有興趣的 然後 那就叫我說 今天可以 可以過來 妳聽一聽 謝謝 謝謝 嗯 大家好 我現在是 呃 大體高中 三一級的學生 然後之後我會讀 明強的 傳播學院這樣子 然後 呃 今天會來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工的老師 就是工的所有這個活動 對 然後另外一方面是我覺得 呃 今天來的時候看別人的機會可以問老師這樣子 對 對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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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立代理高中的高章學女們 我叫顏瓦榕 然後 今天是因為 呃 共鳴老師的推薦 所以來到 哲舞 參加 這場活動 然後 很高興可以就是 親身 就是 敬明老師 分享這個故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內心基金科的工作人員 然後 我今天很想來 其實不知道我 我辦公室所有的兒童人都很想來 但是我們現在都在改正不要手的評鑑 然後正式在飆漲 然後我為什麼會坐在夜店的原因 有點很大 就是我這幾年非常喜歡聽 人真實的故事 然後整個樣把心裡面很勇敢的聲音 然後時間在生活裡面 就是我們在最近 我們很想要參加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沒有理想 然後我現在是個 台中的上班 然後你是 對講的 你有興趣的 什麼 我是台中女中 一台群的學生 因為就是內下 塞林 才有這個機會來這邊 然後我也是在抱上看到 我覺得 老師真的有非常大的勇氣 因為那個 提醒大家一下就是 我剛剛忘記告訴大家 其實你們 就是自我一個小學要介紹 你稱呼或名字喔 對 對不起 等一下不行 對不起 好 那就從學妹開始 要記得講名字喔 謝謝 好 我叫李佩 然後我也是 那種一種一臉 然後 之前一直很想來參加這舞的活動 然後因為 他們都考完 所以才有碰到 這樣子 對 大家好 我是同學 大家好 我是同學 我是同學 我今天就沒有來這裡 所以在 因為今天對 性別議題很感興趣 而且 我的一眾的同學 就有跟我說到 學校有一個最開心老師 所以我 對老師的故事有興趣 所以感到 然後我覺得 性別議題在 學校的教育裡面 其實沒有被提太多 但是我覺得 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 自己對於 自己的性別認同是清楚的 但是 我覺得 還有更多的學生 正在探索或是 不清楚的過程 在誠實的過程當中 而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 學校要如何給予學生 一個 扶持或是 一個 一個 可以自己去探索發展的空間 還有支持的力量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事情 對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林農 然後 那個時候我臉書 看到有人分享 就是關於 這台新的新聞 然後 結果 網友的反應都還滿 幾乎都很正面 然後我那時候看到其實 覺得很感動 對台灣其實好像 體力不太一樣 所以那時候就很開心 然後今天也是想要來 聊學這個 記事 我是黃桂順 我是台中一種二年級的學生 然後 以前是感興老師的女生 我也有 然後 然後 我今天 我本來不知道 有這個星期 這樣的講過 然後 是有同學 在這邊掌製 所以 他在聽我來參加 剛好得到 對性的議題 也有感興趣 所以今天會有同性 真的把這個掌握 那有可能講幾乎 會痛 可以討論 大家好 我趙耀宣容 然後我是 剛畢業不久 然後我自己對性別議題 也是滿有興趣的 那最近就是 會開始去一些校園裡面宣導 然後宣導一些關於性別議題 因為我們在性別議題裡面 都有非常多的內容可以講 然後我自己是 有認識一些 跨性別的朋友 但我覺得我自己對 跨性別的朋友 也沒有那麼的熟識 所以我今天想要來 進行老師的分享 然後在 我之後在公佈上也可以 將這些 不一樣又怎樣的這些 理念傳達出去 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孟瑞 然後 我之前有參加過 好大的活動 可是是第一次來參加 哲學學習 那本身是 社群工退 就是希望可以 在工作過程中 可以增加自己的一些 性別的感度 然後也對 她是你這個領域 有一些 更深的了解 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秀 也是大藝的學生 那今天會參加哲學習習 也是想說平常電視上也是會看到 可能會有同志的遊行這樣 就是想要藉由參加哲學習習 來多跟其他人 你知道也在這方面的相關的想法 謝謝大家 我是宗教大學的 因為之前在當代社會議題裡面 有提過類似的課程有關的議題 然後就是看到這個活動 還有這個 這次的主題 所以就不有興趣在那裡 大家好 我是陳文晴 我是中教大學生 然後也是在課堂上 就是一口溫到這個 發現你的議題之後 就是 大家好 我是陳文晴 然後就是 然後就是 呃 這個議題就是讓我想要 自己看過一部電影 雙面老的一次 然後所以我想要看看 就是在真實生活裡面 他們 他們怎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林涵 我是高中公民老師 那我也是在課堂上 還有職場上 都非常對這個議題有關注 那我覺得凱欣老師非常勇敢 願意這樣站出來 但我相信 空間一定有很多 心目力程是非常珍貴的 那今天有這個 今天有這個機會 很榮幸可以跟他分享 謝謝 今天好多老師都在講 然後 當好自然文 然後 我也是 農出的不太好吃 然後 我是三位的小粉絲 所以想要來聽聽他們 自己說 這個故事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我梓子純 然後我是從事前文相關的工作 然後 之前 就是看到曾老師的新聞 然後覺得心理蠻訝異的 然後就 聯想到自己 從學 就是 等一段 很特別的一個 一個記憶吧 就是 國中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就是男女之間的 身體差異變化 因為青春期的關係 所以就變得說 好像 男女之間就開始在注意彼此的身體 然後 好像 就是 男性跟女性之間的性別 開始有一個 就是一個很明顯的改變 然後 那個時候其實大家 可能 學校那時候上的 就是健康教育那時候 知識別人夠多 或者是說 其實就是一個 避而不談的一個現象 所以說 其實 在我的 那時候 國中的經驗裡面 覺得那時候 好像 就是 會繼續拿自己 彼此的身體 開玩笑 所以說 今天 就是 我離開校園很久了 所以今天 遇到曾老師 還有各位老師 很希望可以多聊一些 就是 在教育場域裡面 就是 老師跟學生 這之間的 觀察這些 這些事情 希望可以多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雪芳 那我是 台中女中 高三的學生 那 我看到 老師的報導 然後 我把它分享給我的同學 然後 我們 同學的反應是 就是感覺很不像是 有接受過性別教育的人 該有的反應 所以 我很想知道 如果這件事情發生 在台中女中 會變怎樣 對 對 然後 今天是不是想來聽聽看 老師 勇敢做自己的故事 這樣 大家好 我是瓦妮 我是雪芳的姐姐 然後我也是 台中女中十幾年前的 畢業少友 那我現在是在南國務院 其實關注哲武 有一段時間 但是今天是第一次 真正來參加 然後 其實 我之前也在Facebook 上面分享了 曾老師的新聞 那 先看到那個新聞的時候 我 滿感動的 就是差點熱淚影響這樣 那 因為 就是 我妹妹還在念台中女中 那我跟她想法一樣 就是 因為其實校園 在以前大家的觀念裡面 都是一個相對比較保守 封閉的東西 的 場所 那 其實我 比較 我覺得特別的是 怎麼樣 在這樣 尤其是在職場上 尤其是 可能 會有學生 有家長的壓力 那 怎麼樣可以 在這些壓力下 能夠勇敢 去 這 應該算是一種出櫃 對 就是 跟公眾談說 我覺得非常了不起 而且 嗯 新聞上面看到的 一中的反應似乎 似乎都是正面的 那 嗯 我比較好奇 真實的狀況 是不是這樣啊 我相信也許老師還是會承受某些 是不是有家長或者是一些負面的聲音 是蠻想知道這一塊 然後 嗯 這個也許是在之後 無論各類的性別議題 或者是性別的改革 或者是性品的推動上面 可以值得接近的思考地方 嗯 大家好 我是聖明姐 然後 我是中心大學 四年級的學生 然後 我平常對性別議題 就是還蠻有情緒的 我覺得 通常是很有感 所以 我今天想來聽你老師的意思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吳朗萱 然後我是中心財經的學生 那 今天會來也是因為 最近性別議題在網路上 還有各地方都討論的 那片題 然後 老師又是最近新聞的一個主角 那我想說老師的感觸應該蠻多 所以就想來聽聽看老師的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是陳榮舟 那之前有參加過捷舞的一些講座 然後 大部分就是比較關於環保 或是人權議題 然後今天 剛好有機會來參加 有可能性別議題 所以就過來來介紹 謝謝 對 大家好 我教的結論 我先打起來 有空就來捷舞啦 對 謝謝 剛好 我是一種 然後 我是宗教大二年級的學生 就是 剛好之前有修過有關於性別的課程 然後我們上課都在討論 他討論的問題 就是剛好就有一題是在問說 就是假設有一個老師 然後他在校園 然後 就是他想要變性 那 他會承受什麼樣的眼光 那 那個時候跟同學討論的時候 就是 我們大多都是以自己的腳步切 所以很難去體會 就是外界眼光 外界壓力 然後 之後就是剛好看到這個新聞 就覺得 欸 那個我甚至有這個例子 那就很想要來這邊了解一下 謝謝大家 我是主委 我是主委 然後來自明道中學 設計群三年級 然後我不知道一般高中 對性別的程度 不是很好的很開放 可是至少我在明道裡面 還是覺得明道表演什麼方面的位置 我們甚至B.A.製作 闖副藝術組也拍了一部 有關於闖副藝底的影片 然後我覺得 愛都一樣 沒有比較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中小大大一的學生 我叫小劍 然後之前有來過歌舞 然後接著 然後今天是對這意義就是 因為之前有看到新聞 所以想來了解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叫文正銘 社會人士 首先會佩服老師的演戲 能夠跳脫社會規範 其實我覺得 不是說社會規範 或者說社會的講說 能夠勇敢做這個 所以想來跟林老師的故事 怎麼跳脫一些規範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小本益 然後我是一中的小友 然後那個 七十一屆的 OK好 那 我在 就是我在一中的時期 就是有 就是去 接觸到許多多 就是 沒有說所謂多元系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的心 我自己的那個 在系別裡面的圈子 是一個系列馬 然後死衣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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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OK好 那 我是在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因為我的學長 還有我的 朋友們 就是分分的就是 有些人就是分分的出櫃 然後我 我才開始正視到就是說 原來真的在我身 周遭有 同性的這件事情 然後 到畢業之後 我又 我在外 就是在外面 就是在外面 跟人家相處上的時候 我又 另外又知道 有所謂的跨 有所謂就是LGBT 這些東西 這些 性別上的一些東西 然後慢慢的去 收贈自己的一個 性別上的家屬 我想你 就是說 性別這種東西 它必須得要就是 它是一個 就是 你認知 就是跟每個人自我 自由意識一樣 就是說 你認知到你今天你喜歡的是什麼 但你就是什麼 這樣子 在不妨礙起來 自由之下 就是說你就是什麼 對 OK好 那講那麼多就是 對 那我今天也是想 對也是想要來聽看就是說 那個 海星老師就是在於就是 因為我 我看了就是說 那個今天講的就是 一龍老師 然後還有蘇貓老師 這樣表說 我就不聽 就是主要是想要來聽海星老師 就是說 是啊 就是想要來聽海星老師 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環境 在這樣一個 複選架構的環境之下 就是說 所以說是如何的 就是一堂 一堆這樣子 對 謝謝 下次再登堂 你不要抱我的櫻子 大家好 我是一學生 然後我直接學生 然後因為在學校上課 蠻不認真聽的 所以今天在彌補 CM可以學習到一些 就會可能去找到的知識 謝謝 很好是阿威 我最想要有機會 大家看到有這樣的一普 所以請他來到幾個老師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不記得 請你 然後我會 因為我在學校教育學程 然後我對這個問題 我沒有興趣 所以我做過 那個 那個麥克風可以 可以請 有一個剛才出來的 對 還會自我介紹 對 大家好 我是陳師傅 我是台中 然後這次來就想要 思考替過去的家庭的地方 是不是太過於傳統 或者是有先入為主的幫忙 謝謝 大家好 我叫賴的人 我現在是中進大學學生 然後我也是台中人 高中的時候 我是唸小品 那就是一個女校 其實其實 關於同學的一題 就是在我還沒進入之前 其實就被拿來討論過 但是學校其實 從信仰對保重的 真的一直沒有一個這樣的空間 可以讓我們跑 那就是我覺得今天 任何保險的機會 所以就來 大家好 我是雅琪 我是社會人士 但因為我一直對性別 提供很有興趣 所以今天是我第一次來參加職務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石偉辰 我是台北人 在台中工作 很喜歡職務 今天剛好有空 謝謝大家 嗨 大家好 我叫小羽 然後我是社工師 然後會想要來參加 是因為我 看到正老師的新聞之後 我覺得 我很想要為 細節的一題多做點生 尤其是我在舞蹈 也有同性面 也有跨性別 也有想要變性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 我今天來 我希望可以 在這邊先多一點的能量 然後回去幫助我 對啊 謝謝 大家好 我是 我是欣如 然後我今天是 小羽介紹來 來參加職務 對 然後也因為她的性別一題的關係 然後所以絕對是跟她有興趣 然後想來了解一下 有 最類的一題 好 謝謝大家 大家好 我是Hana 我自己大學的時候 在哪部讀書 那是一個 以男生為多數的學校 所以 我不知道是因為性別關係 還是地區特性的關係 所以LGPQ的聲音非常微弱 那 那個時候社團 成立有一個 同事社團成立 就會招收到學校的大家 那時候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在 中一中這樣子的教育場域上面 老師會遇到 什麼樣的問題 就是在舒服做自己的同事 怎麼樣把自己的例子 當作一個榜樣 或者是一個案例這樣子 那還有還想要另外分享一件事情 是後來 大學之後我去日本做交換 然後參加我人生第一次同志大遊行 那個 氣氛非常愉快 然後我在那邊認識了一個學姐 是南跨女的學姐 那有一次去她家拜訪的時候 她拿了一個 很像鉛筆盒的東西給我看 裡面是非常多不同粗細大小的 透明水晶柱 我拿起來把完之後 她說 那是我拿來放在陰道裡面 擴張我的那個 陰道的東西 對就是 因為她是男生跨女生 所以她做了一些手術 然後打女性荷爾蒙 然後並且她還會去定期上 呃 聲線的課程 就是讓她的聲音 從男生變成比較天性女生 那種稀稀的聲音這樣 對然後那個時候我才發現 我們一直在關注男生 就是LGBTQ在心理壓力上面的層面 可是我一直沒有想到他們 對於身體上的那種變化多麼巨大 對所以我也想要請老師分享就是 有沒有在這個方面有什麼樣子的 呃 故事 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是余辰 介入志工 那 呃 除了今天來聽 呃 新聞報告以外的 呃 一些真實的故事之外呢 也想要知道說 呃 其他校園裡面 可以怎麼樣去推動性別的教育 然後可能男校跟女校有什麼不同 或者是混合的 男女混合的學校 是不是有什麼樣的不同 或者是混合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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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 我叫徐維亞 然後我 現在還在寫論文 然後 有時候會接一些假教 然後社會的假教 這樣 我很欽佩鄭老師 他可以堅持做自己 然後我就是 嗯 就是做了一個很好的示範這樣 謝謝 大家好 我叫凱旋 那也是哲武的志工 那我認為 在追求平權的路上 我們要面對事實就是 不公平 就是所謂的不平等 是存在的 那我認為像鄭老師這樣子 勇敢做自己是很值得大家敬佩的 那也很想就是來聽聽鄭老師的故事 大家好 我是哲武的常客 我是 我是 呃 劉書寧 大家好 我是 然後 在裡面來 又是 大家好 我是傑森 我以前有來過 謝謝 大家好 我是季台人 我已經很久沒有來了 那今天來的主要原因是 因為 呃 我從報導上面看到 曾老師其實 呃 呃 就是 他也利用這個機會 來跟學生 呃 呃 呃 分享他的就是 怎麼決定的個性 讓我很想知道說 呃 鄭老師是如何把自己的經驗 把他也同時當作一個 呃 非常難得很珍貴的教育 等等 謝謝 呃 大家好 我是自己好伴 蛇習店長 我叫小九 好 非常非常 非常歡迎大家來到 非常歡迎大家能夠來到好伴 分享你們每一個人 屬於自己的一個故事 大家進行互相交流互相分享 然後非常謝謝大家能夠來到好伴 然後大家好 我叫劉乃華 我也是好伴的實習店長 然後就是要幫我宣傳一下 就是中興大學外文系 他們的畢業公演 是在五月二十九年代 然後就是他們的人 有 贈一些票到我們這裡 就是放在那個後面的桌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去拿 好 好 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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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林華 我自己是身邊其實有蠻多同志的朋友 然後我覺得這是一個很自然的心理 就是不管你的喜好是什麼 但是就是 其實我對於跨世理這個心理是比較過生的 然後也覺得 海西老師真的很能感 因為他是一個高中 或是台中聖體 這個第一學部門的老師 就是要面對很多壓力 然後來做這樣的面對很能感 所以想要去看看他的心理成本 各位好 我是淑慧 對 只有我的職工 然後我想說的是 在我還是學生的那個時候 已經是二三三年前的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 在校園裡面其實 對於這種心理的意義 其實有少考慮 然後 我很開心可以參與 這樣子這麼多人在談心理的意義 這樣子 謝謝 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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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介紹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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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孫桑文 恩... 恩... 有來過哲嗎? 第一次來 歡迎 請介紹一下 你可以簡單想一下 你怎樣問什麼的答案 是...那個... 朋友介紹 我來看什麼 想做 謝謝自我介紹 謝謝自我介紹 所以我們的開場 開場就我一直都沒有自我介紹到 恩... 謝謝 然後我是今年讀大二 在紅包文上去讀書 然後... 恩... 今天是剛好經過了 很久沒來了 謝謝 謝謝 喔... 好... 那我要剛最後一個自我介紹 就是... 我叫羅以山 然後現在是小明宇宙高山的學生 然後就是... 其實我有點慚愧啦 其實因為... 就是在... 在場有很多... 就是高中或者是... 中學教育裡面的公民老師 然後就是... 小明的公民老師是... 很少出現在這種公共場的... 對... 然後就是... 其實在小明的校園裡面 我覺得... 性別一直是一個... 有一個很荒謬的... 姿態呈現在 不管是... 校包人或是學生的面前 就是... 就是在公民教育他們... 他們會走很呆板的方式 去談論性別對東西 然後後面就說... 考試為什麼考 然後你就背起來 然後它就是... 像是... 石板這樣... 一塊很硬的東西 擺在你面前 但是... 在實際上在面對 像是我的小明的朋友 一個跟我很好的朋友 然後他是一個... 跨性別 對... 然後我就是很真實的看到 他在校裡面處... 一定是非常痛苦的 就是我覺得... 校方在面對他的時候 是以一種... 把你橫橫踩進圖裡面 然後又不斷的把你拉起來 然後踩進去又拉起來 那種感覺 就是不斷的去... 問你說... 為什麼你頭髮要剪這麼短 就是為什麼你不要穿裙子 你一定要穿褲子 然後... 然後又在公公場 幫你... 就是把你從圖裡面翻起來說 喔你看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樣子 就是我覺得他們這樣子是一種 非常傲慢的態度 然後其實我常常很不能理解 就是為什麼... 我們... 就是這樣同樣身為一個人 然後在一個... 已經... 在追求人性主義的社會裡面 是這樣子對待一個... 我們已經建立在 我們都是人的基礎上去... 對待一個生命 然後就是我覺得... 就是小明之後也要一直在討論的問題 對... 然後就是... 欸... 因為今天是我在小明最後一天 因為我高三生 然後我們高三生 然後... 然後... 加上這行程其實是... 國際的反抗狗 然後我們就和... 我們那邊跨速給還有其他的朋友 就是... 就是在制服上彩繪 然後就是走了... 走了笑眼一圈這樣 然後... 轉過來給大家看看 這是... 我們在衣服後面有寫標語 對... 然後就是其實在走這趟的過程 或者是在校園裡面 不管是進入老師辦公室 或者是其他的地方去... 就是我們亂走的過程裡面 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情其實是... 呃... 我發現校園那種... 就是那種一層一層的體質 是非常明顯的 就是不管是學生 還是中間的老師 或者是校方的一些什麼樣的人員 他們其實都是... 性別... 就是對於性別是比較友善的 就是看到我們這樣子 他們其實會笑笑說 喔... 你們這樣子還不錯啊 之類的 可是... 就是常常在一些教會的場合 就是校長就是... 就是一個... 在校園裡面最權威的一個角色 他就會... 就是對於或是對其他這樣的議題 對... 就是展現很不友善的態度 對不對 就是我們這邊小小的興奮這樣 然後我講了有點久不好意思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 就是交給那個... 就是... 教他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